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跟着大自然的时间起床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新加坡 我喜欢在太阳底下 接受大自然的体能训练 来 来 在大自然体验慢活的乐趣 这就是我百滴不厌的自然交响乐 跟着我们一起演书 收获每一种快乐 干杯 来 看来 厨茜茜 在那里 今天又是一个适合户外踏青 野餐和露营的好日子 明伦和二儿子维维 这次要带我们的特别来宾 去哪里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呢 你等一等我们的朋友 很期待吗 很期待 我也没有见过这个小朋友 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的 对 好重 妈妈帮不了你 我现在特别想念爸爸 为什么你不在 好 干吗 你不知道 好 我们来 哈啰 早安 薇薇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崔芳阿姨 薇薇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祖豪 祖豪 她叫薇薇 你好 我叫Uncle Darren 你好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约你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应该跟你出来就是要探险的 对不对 靠海 要靠海的地方 对 对 靠海吃饭的人 我要带你到对面去 那边是乌明岛 去过吗 作为新加坡人很骄傲地说 我没去过 没有去过 那儿子 你有去过乌明岛吗 什么是乌明岛 什么是乌明岛 好 那今天这一次呢 我们就让你一个机会 好好地认识一下乌明岛 好不好 来 你带路吧 好 走 出发 笑马的人就要厚脸皮 林翠芳 自2005年成为选秀节目 超级主持人的冠军之后 便开启了主持之路 刚才你两个人谢谢我 其实你谢谢我的家人 2009年结婚后 他和先生董心耀又有两个儿子 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当小孩很难 他们不只课业要好 他们运动要好 而且他们要很全面 他们EQ也要好 我会常常问我自己 我自己能这么好吗 2019年疫情期间 翠芳还创办了红归果居家生意 并在自家社区菜园当起了城市农夫 我会帮妈妈挖土 扫地 可以泡沫浇水 还是会放那个栋在泥土 他们可以学习如何种菜 小小的种子发芽了之后 灼壮成长 可以有果实 那整个经验对他们来说 会是很棒的 你不会用拔的 你还是要挖旁边的 在祖豪四岁时 为了能更好教育自己的小孩 翠芳再次走进校园 进修了幼儿教育硕士课程 后来他更开办了教育中心 学以致用 所以对于孩子的教育 有自己的看法 可以 妈咪给你拿 你剪 剪小一点 很多人说我样子像胡娃 可是我不是 我很享受 从我学的 从我有的经验 从我每天跟孩子陪伴的过程中 有机会去教他们 或者是体验事情 我很享受这整个 跟他们一起长大 然后教育他们的一个方式 我希望说以身作则 孩子从中可以看到妈妈在做什么 可以感染他们 我觉得那才是真正教育的意义所在 好 那边走 对 走 我们回家了 走了 再见 再见 你看 有飞机 你看 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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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这是你第一次去乌明岛 你对乌明岛有没有幻想 幻想它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还是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我完全不知道 我唯一有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红庆在那边跌倒 哈啰 疫情发生后 国人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出国 使得只需15分钟传承 就能抵达的乌明岛 成了国人周末解压疏心 感受旧时甘榜风情的热门离岛 好 到了 来 等一下 谢谢 终于到了 是 所以这就是乌明岛 你第一次踏上这个岛 对不对 我可以跟你讲我现在的感受吗 可以 我觉得我好像出国旅游的感觉 有 有 绝对有 所以带翠芳来这个地方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来过 所以就真的是有那种出国的感觉 对不对 可以看到这里的乌明岛 这个岛上的建筑 其实就可以让你想起以前 新加坡早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的那些甘榜的屋子 我觉得带儿子来特别好 因为这是他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对 可能在教科书里没有看到 可是今天他就可以实践地看到摸到 对 感受到 很香 非常香 他说 妈妈 非常香 有吗 这个就是甘榜的味道 哪里会香香 还好 还好 到处都有野狗野猫 对 你好 第一次去乌明岛的翠芳母子 对于这次的小旅行充满着期待 我们要睡在这里 对 这边我们今晚要扎营 那是真棒 你拿这边 可以 一 二 三 你身体小 你这样睡可以 那妈妈 加油 加油 为了两天一夜的小旅行 明伦父子特别设计了 一连串的活动和惊喜 要让这对母子有个难忘的露营体验 先发眼睛给摸摸一下 慢慢的 是 她在哭 你好 林翠芳带着11岁的大儿子祖豪 在明伦的带领下 人生第一次踏上乌明岛 岛上浓浓的怀旧肝膀气息 让母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说 妈妈 好 我们到了 这个就是浓浓浓浓 你知道 其实我们很幸运 因为这个 我们已经是等了整整一年 都不能够露营 所以刚刚开放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浓浓浓 就可以在这里扎营 所以重新开放后 我们算是第一批来露营 算是第一批来 我们扎营吧 妈妈都不会 我会 你会怎样 这样就好了 你身体小 你这样睡可以 那妈妈 你要为妈妈想 妈妈个子这么大 好 我们的好了 好 我觉得我要问问制作主 这么有经验的人 给他一个两秒就搭起来的帐篷 给我这种第一次来露营岛的人 这个是自备的 这个是自备的 自备的吗 来 我先帮你 我先帮你卸下你的包包吧 你的包包太重了 来 来 我帮你 你好 伯伯 来帮忙 来了 第一个骨架子好了 然后呢 就是把那个长条就穿过去 就可以了 错了 是斜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往那边去 往那边去 对 羡慕那个两秒的 可以了 最后一个 尾端 在明伦和维维的协助下 翠芳母子的帐篷也顺利搭起来了 你看 好了 对不对 怎么样 感觉不错吧 感觉很好 然后尤其黄昏的时候 播一点点音乐 对 然后在这个火炉边 喝这个热咖啡 有这么累 你在搭个朋友这么累吗 儿子 来 把睡袋放到旁边去 这个是睡袋 你拿了这么久 你不知道是睡袋吗 都不懂是什么 野外露营自然比不上家里的床舒适 但为了能让夜晚睡得更安稳 明伦和翠芳都自备了能提升 野外露营舒适度的法宝 小枕头 可以 你看 好 搞定 好 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家 好 欢迎来参观 好舒服 我这是第一次跟孩子来露营 我觉得一定要有一点仪式感 对 怎么样的仪式感呢 所以我觉得要让他有家的感觉 去把家的这个被子带来了 因为我很招蚊子 那我就想说带一点香菌 香菌油 对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点 而且这个是虚纹用的 是 对 还有一个最后一样 儿子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包包这么重 是 好 那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 好的 行 来 我们弄我们的房间 再整齐一点 不是什么 好 你好 我们要来参观了 对不对 这个 谢谢 还有礼物 威威 你开心吗 谢谢 你的心情有送给你的礼物 是什么来的 巧克力 是巧克力 太棒了 谢谢你 对 威威 上面弟弟写了什么东西 对 威威 我们一起玩 好 我们一起玩 我们一起玩 我说一 二 三 你们就跑过来 然后看谁吃的饼干多 谁就赢 好 准备好了 加油 加油 来 看谁吃得多 好 开始吃 看谁吃得多快 不好意思 你要自己想办法 天啊 天啊 不 这个好技术 两个初次见面的孩子 似乎还有点陌生 不妨可先透过趣味的亲子游戏 来破冰吧 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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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有三了 完了 智深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野餐 是露营少不了的重头戏 第一次露营的翠芳 可说是有备而来 好 搞定 我们就这样 只带了一罐小糖果 放心 你知道第一件事吗 只要跟妈妈出来 都有好处 你真的是搬家 怪不得你的包包这么重 对 而且我好好笑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 天天我过生日 所以我过生日 还自备的蛋糕 好美 自己跟自己过生日 所以用心制作 请品尝一下 大家只要吃得开心 最重要的是吃甜甜 味道还可以吧 好吃 好吃 会太甜吗 不会太甜 然后还有就是口感 我很喜欢它的口感 很Q 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贴心的孩子 他对我来说 他跟他的生肖很像 就像兔子一样 他没有什么大脾气 可是我觉得 我在讲好话 妈妈在讲好话 都是讲你的好话 都是讲你的好话 主豪给我最窝心 或者是重来 都不会觉得妈妈错 就算妈妈觉得自己很凶 说话可能有伤到她的心 他每次都是那种无条件的 妈妈没关系 而且她还会安慰我 所以我非常谢谢她 对 都在说她的好话 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是她惹你生气的 你听起来好像你不是一个 会生气的妈妈 很多次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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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 我的完美形象马上毁了 对 刚刚看到的都是很完美的形象 妈妈跟孩子都在说梦话 来 导播 导播 闪掉 看你们的相处 就真的是好像朋友一样 让很多人都很羡慕 连我看了 我都觉得很羡慕 我觉得你跟孩子 也一样的相处方式 他已经不像祖豪这样子 什么都跟着妈妈 他可能都不要我在身边了 会有那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只要是把时间 花在孩子的陪伴 都不算浪费 是 因为是一起走过一起经历的 对吗 儿子 对 你神游了吧 神游 祖豪 你在哪儿 回来 你在吗 这个早就已经不在了 对 对不对 你去哪儿 祖豪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要给妈妈打分数 你会给妈妈打几分呢 要打几分呢 你要打几分 你就自己说 终于 无限量 无限量 无限量的分数 对不对 所有的无限量都给了妈妈 是天下最好的妈妈 对不对 嗯 你好 你好 你的头好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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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不一样 我也要抱抱 我有没有 来 你过来 野餐过后 为了能让明伦教祖豪 秘密制作惊喜生日礼物 送给妈妈 制作组 以交换孩子相处的名义 暂时把翠芳支开 谢谢妈妈 好 那现在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照片 我们就要把它剪好 剪好了之后 就粘在上面 OK 你剪还是我剪 我剪 你剪 好 让你剪 我就帮你画线好不好 好 小心剪 不要剪坏了 可以吗 好 我要剪 然后你就要把它粘 粘在这个木块上面 拼凑起来 好 我们做好第一个了 那你看 这样子的吗 翻过来 你看看 是不是在这边 都可以 葳葳 我听说在乌鸣岛这里对不对 有一个 葳鸣岛 此时被我们支开的翠芳和葳葳 又在干什么呢 葳葳 你看这棵树 它是一个艺术品 你不觉得它像一个艺术品吗 像一个艺术品 好特别 对不对 像一个大碗 像一个大碗 看了会肚子饿吗 好 好 一 二 三 等一下我去拖这张 好 坐 翠芳 你是准备要当鞋星吗 孩子跑去哪里 葳葳 走 组好此时也把神秘礼物制作完成 准备晚上给妈妈一个惊喜 要认识乌鸣岛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骑脚踏车 好 走 行动 走 可可可以吗 对 讲真的 只有来到乌鸣岛 因为这里车子少 是 所以你就骑车 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你知道吗 来这边真的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来到这个岛上 第一次在马路上骑脚踏车 看来你喜欢吃榴莲吗 我喜欢 你看这个就是榴莲树 好大一棵 真是老树了 白痴 他对蚂蚁窝比较感兴趣 他对蚂蚁窝比较感兴趣 对 来 哥哥 对乌鸣岛非常熟悉的明伦 接下来要带领翠芳母子 骑往他心目中最喜欢的乌鸣岛景点 他没想到才刚出发没多久 维维却突然发生了状况 我已经疲惫了 什么事 腿疲惫了 腿疲惫了 等一下 他流鼻血 好 别在乌鸣上去 对 你有纸巾吗 有 我有 天哪 谢谢 他很有经验的 所以他知道怎么做 不会痛的 对 老二 老三都这样 由于维维属于天气炎热 就比较容易流鼻血的体质 经过休息止血之后 便无大碍继续形成 直到天气炎热 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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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个 我还看到这个 你看猴子 对 在哪里 有猴子 在哪里 在前面 有看到了 有猴子 有吓到它 吴明岛自阿里16年 由公园局接管 让大部分的自然环境 得以维持原始生态 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 美吗 这里 煮好 美 很美 来 来 我们去看风景 去靠近一点 去看那些莲花 猴子 有猴子 你知道吗 真的吗 很像 就是一块小木头 那个不是猴子 那个是椰子 你看 有椰壳在这边 对 对 以前 其实这里是有很多人居住 所以它这里原来是一个鱼池 后来那些人就搬迁 搬到本岛上去了 没人用了之后 国家公园局 他们就把它变美化了 美化了之后 变成了很多候鸟 时常都会飞过来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从北部往南飞来新加坡 他们就会在这些地方 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 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好不好 好 一 二 三 有没有 出现了没有 一半一半就 OK 也很好 也很好 这是肯定的 乌鸣岛全盛时期有上千岛民 当时岛上有华人和马来人 除了开采石矿外 还有农场和虾池 目前剩下不到30人的岛民 仍然居住在岛上 我们往里面去吧 走 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间停下来吗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新加坡的最后一个干坟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看 以前干坟就是长这个样子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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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开 他们没有开 这是人家的家 我们不能随便进去的 我们今天有很棒很棒的导游 谁是那个导游 谁是托盖 我是托盖 叔叔 走 走 妈妈带着她的孩子 我的天 她很可爱 小猪好奇 他知道分分钟可能搞不好 这些人会喂我们吃东西 所以他在尝试 所以山猪不可怕 你看这栋建筑是不是很特别 是 有没有感觉好像是去到了外国 是 有御国的感觉 说对了 这个就是英军殖民的时候留下来的 它是度假屋来的 后门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海边 整个海景 整个海景 对 那我们去看 去看 一号洋房建于1930年代 由当时的总测量师 兰登威廉斯建造 2003年被市区重建局 列为保留建筑 你看 这就是我们家后院 无敌海景 对 一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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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在那边 这里有很多海草 所以在这一带就可以找到渡宫 渡宫是什么渡宫 渡宫 渡宫是一个大型 人们的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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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把它切成小块状 白 黄 绿 黄 黄 红 白 不 我已经失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这只赢了赢 白 黄 绿 白是白 烤肉是露营少不了的活动 其实烤肉也能玩游戏 利用五颜六色的串烧材料 考验孩子的记忆力 你要烤我们吗 好 来 红 红 绿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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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话 我认为他混合了 我不认为我说什么 红 红 绿 白 绿 白 好吗 红 红 绿 白 黄 红 白 我们不可以换的 对 对吧 对吧 红 红 绿 白 黄 红 白 对 对 没错 我们两个都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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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玩吗 这样子 好玩 我写了 你写了 一种不同的体验 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可以看他们两个在忙 我们很愿意 对 在很多时候 其实是我们父母 不敢让孩子去尝试 看他们做得多乐意 多开心 很快 你们一下子就差不多吃光了 是 对不对 彩虹 好漂亮 今天真的是开心的一天 对不对 这个是前菜 我还要煮菜 不过现在要先生活 彩虹 来 追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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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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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趟 我觉得跟祖豪 可以好好的 有我们两个人的时间 会让我觉得说 我以后真的要多安排这样子 就是给孩子 他们有时候需要的那种单独时间 就是真的是只有他 眼里只有他 听着他 然后说着话 好 刚才是开胃菜 所以现在我们来煮菜 这个煮菜也是得要自己动手去做 我们要用这个饭压成一个形状 一个小鸭子的形状 OK 然后你们去散步的时候我就已经煮好了 这是咖喱鸡 香味扑鼻 可以吧 可以 行 有期待感 什么 对我 谢谢 我的 有没有像 有 利用捏半团的过程 让孩子发挥创意 你可能会惊艳孩子超乎的想象力 要交换 看我的 OK 今天也玩了一整天 活动还没有结束 其实好戏还在后头 我们上贼船了 没有 不会 不会上贼船 真的 要上贼船的话 要先把眼睛给蒙上 真的 来吧 慢慢的 五 四 三 二 一 你还好 眼罩拿下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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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甜 谢谢大家 对 我真的很爱过生日 很爱过生日 我很爱过生日 你现在过了一个月吧 不 先许个愿 然后吹蜡烛 太好了 好 当然除了这个蛋糕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惊喜 有一张卡片 打开 可以打开吗 对 谁写我的名字 这是谁写的 你写的对不对 对 这是我 对 很可爱的小兔子 谢谢你 冬组好 谢谢大家 对 好 下一条 这个是他自己做的 他亲手做的 对 你看 然后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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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这个 对 你很开心吗 很开心吗 哭 来 哪有这样的 开心就是一定要哭 哭 哭哭 这是一个视频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三个惊喜 生日快乐 我爱你 我爱你 阿玲 生日快乐 有没有惊喜到 这么多年 你还是这么热爱组织节目 你一接到节目 你一定会做出功课 希望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 那你的努力跟辛苦 我都看到了 你哭了 对 只是希望你开心 健健康康 做你喜欢做的事 你永远是我的最佳主持人 你们出这招 哭了 妈咪哭了 妈咪哭了 看到我都要哭了 老公很疼你 是 我常常会说 我儿子很开心 因为他很少看我哭 哭对我来说是一种 没必要是不需要做的事 然后 你们很厉害 把我那个口条上还需要进步的老公 也拉进来 我常常跟他说 我觉得入行了之后 是因为真的往兴趣在做 我相信我们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 为什么还继续持续在这一行 就是他那一把火 我们能把一个故事 一个人所经历的东西 去串起来 去把它呈现在我释放盒里 所以我就觉得那种满足感 是很强大的 然后我觉得我入行 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我老公 我常常跟他说 你对我来到最好的祝福 妈咪 当然 你是之后的 对 你是之后的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贴蛋糕 好的 来 竹豪 好吃吗 好吃吗 受伤 受伤 孩子还在那边玩 对 还精力充沛 今天我相信竹豪也玩得很开心 我真的觉得等一下他倒头一定就大碎 是 因为玩得太开心了 所以晚上肯定会睡得很好 是 我们就是邻居 等一下我打呼 你不要跟人家说 其实我们谈一谈 就是你对于育儿这方面 我相信你是下很多心思的 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 我是一个爱跟孩子玩的 问我的话 我觉得我是一个创意满满的妈妈 我是祖豪的全职老师 她每一科目 包含做人这一块 都是你来教 都是我来教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 很好的妈妈 很喜欢讲话的妈妈 很喜欢陪我玩的妈妈 你这样会讲吗 你很喜欢我 我对妈妈这个植物很认真 也很享受 我不需要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因为我觉得好的定义是很广的 我倒是希望说 他们享受有我这个妈妈 你的性格就是 什么东西你都会想要把它做到最好 压力应该很大吧 压力也很大 有 绝对有 我觉得说自己当妈妈 觉得还蛮称职的 然后我该做的我都有做 不该做的我也做 不相信打小孩这些事 虽然是被打大的孩子 可是我希望说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可以不需要经历这一块 祖豪从来没有被打 可是可怜的弟弟有 弟弟也是一个很好带的孩子 可是为什么弟弟会被妈妈打 是因为其实当下的我 其实在疗伤 不管什么东西对我来说 压力都是能排掉的 可是唯独失去亲人这一块 这种无奈的离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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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我哭 我还要自备纸巾 弄出钱的 制作主 弄我哭 你纸巾也不给我 不好意思 男生身上一般都不会戴纸巾 对 如果我有一个魔法棒 我希望可以删除他那个经历 删除掉那不起 我不删除我曾做过这样的 就是压力爆棚的一个这种情况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记得这一点 我才知道什么说 控制情绪的重要 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很认真 对不对 很认真 对 对 就刚才你说到的 就是可能你自己本身的背景 是不是 你跟你妈妈的感觉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妈妈她是职场女性 她需要帮我爸爸做生意 所以我小时候就是我的伯母带大的 大伯母就好像是你的妈妈一样 是 然后大伯母她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妈妈 每次聊到她的话我都很想她 然后她真的很疼我 她的那种温柔跟善良 或许是我还没有办法达到的 那我希望说她所给我的那种爱 温柔跟善良 我也可以传递给我的孩子 而且我觉得伯母她做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她说虽然你是在我家长大的 可是你还是要爱你妈妈 然后我也慢慢透过伯母的叮咛知道说我很幸运 因为多少人可以有两个妈妈 而且我妈妈也很爱我 一个妈妈离开 我还有多一个妈妈可以尽小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是何等的幸福 所以你更加积极地把自己过得更好 积极的当然是 我希望我可以把自己所得到的这么多 可以分享给更多人 可以去跟很多有需要的人 去散发多一点爱 我希望谢子把它传递给我自己的孩子 也让他们学习 对 让他们学习去分享 去为这个世界出一点力 你已经做到了 我真的是在享受其中 看得出来 今天能够认识你我也觉得很幸福 是我的荣幸 因为我很欣赏你的育儿方式 你有那个胆识去做一些 我们可能想做 可是还是不敢跳进去做的事情 你只需要一旦生活 对 对不对 好了 我的宝贝完了 第一次在岛上体验露营的母子 不知昨晚是否睡得安稳呢 怎么样 感觉如何 昨晚睡得好吧 其实还睡得蛮好的 你知道吗 然后到时我两点起来一次 四点起来一次 六点起来一次 就觉得没睡得这么好 因为好闷热 而且有一只野猪 其实是从我们这个帐篷这边穿过 所以我不时都会起来看一下 不过好 没事 除了头发还没有干 然后眼睛有点肿 然后头有点痛 因为昨天 有 为什么会头痛 头痛 因为昨天你弄我哭 关我什么事 你弄我哭 你要负责任 是他们叫我问的问题 不够我事 还想不想再来录音 要好 对不对 下一次带一个 叫爸爸买一个大大的帐篷 可以一家人 四五个人一起 OK 你起来了没有 还没有睡醒 还没睡醒 还是眼睛种种的 平常就喜欢烹饪的翠芳 准备和祖豪一起大展身手做早餐 回报明伦父子昨晚的盛情款待 明伦和维维则在另一头 秘密进行制作另一个终极惊喜 这个做好了就可以了 OK 早餐好了没有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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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看 我也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要送给你的 真的 这就是我们这两天一夜 所有拍下来的照片 我爱照片 我好喜欢 你很喜欢 对不对 我很喜欢 你看着 儿子 你看 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 你看 这是我们的回忆 我们的回忆 我们的回忆 因为我们的回忆 这张挺好笑 为什么 我的脚 好 你把脚踢上来 你看维维 维维这张也好好看 你看 小帅哥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天一夜 但是满满的回忆 对 谢谢你们 我已经想好要放在哪里了 把满满的幸福回忆带回家 好 好 吃早餐了 对 吃早餐 吃早餐 嘎鸭的味道很香 嘎鸭的香蓝叶都是自己种的 吃完早餐后 明伦还准备了最后一项活动 要带翠芳五子前进伯卡山 吸收大自然的芬多精 登高望远 爬山了 有力吗 可以 走 波卡山海拔约74米 徒步约30分钟 就可抵达山顶观景台 俯瞰乌明岛邝 眺望湖天一色的美景 走 上 好 我们到了 心里转音 太棒了 赖我五子 赖我五子 赖我二弟 还破音 还破音 fellowship 来 跟着我 你看 看 我喜欢围 因为他跟我玩 能教我怎么做营火混 我会想像他一样 很游戏的游戏 我喜欢Caleb 因为他很能量 我跟Caleb 我们做了一个小鸭 然后我们放卡尼 很好玩 因为我可以用我的創作 做一个小动物 然后可以吃那个小动物 你看到翠芳跟他的互动 你不会觉得他总是以一个妈妈的身份 去压着孩子 管着孩子 我看得出他不是那种狐妈 我相信在我们教育孩子这一方面 我们的理念都非常的接近 我就是把孩子带到户外 然后就让大自然成为他们的老师 让这个环境成为他们学习的一种过程 可能他在我身上还也看到了一些 可以比较实践的一些例子 这一趟的露营 我真的要谢谢明伦 还有他的儿子维维 我觉得主豪有跳出他自己的一些挑战状况 他其实是蛮怕脏的孩子 可是因为看到薇薇可以这样子 很爱大自然的那种方式 在地上滚 跌倒 怎么样 就这样拆一拆 他也很享受 然后薇薇说要去探险 要走到海边去 他也跟着去 我觉得明伦跟玉云都是我的偶像 我喜欢他们的育儿概念 因为他们勇于尝试一些 我们一般新加坡父母会考量很多 而且不会付出行动的东西 他们一一地去做 而且他们是四个小孩 他也让我觉得有了多一点胆识 去试一些我自己一直想做 或许还没做的事情 碰到困难的时候 勇往直前 那尝试到一个点 自己觉得说真的不行了 学会放弃 因为在你放弃的当儿 一定还有更好的东西会发生的 那主豪 以后如果即便妈妈不在了 你看到这个录像 你可以问自己 说这就是妈妈以前跟我说的话 那可我可以更有信心地去往前走 你可以的 妈妈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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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